請問一下其他男生們 覺得今明災 只有一天就要公布的傻不傻 傻 覺得他傻的情取圈 傻很大 笨子 對啊 哪話都還要立刻公開 因為我之前就遇到那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女生 就是一直猜幾次要跟我公開 那時候我剛才結束 一個兩年的感情 然後那時候心裡就還沒有準備好 因為像說為什麼 幹嘛要那麼急嗎 然後她就開始很多那種 問號 例如說 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都不跟我 不敢跟我牽手啊 妳都會跟女朋友 在那個Facebook上這麼閃 然後什麼 為什麼不能公開在Facebook上 我都說 因為現在我一部分的生活 也是公開的嘛 我不想要好像 跟一個女生分手 又被砍到 跟另外一個女生交往那麼快 我覺得滿瞎的 怕什麼虛偽的人 現在就有偶像包 真的好虛偽 不是偶像包補 這個是尊重的地方 因為就是覺得 感情是要時間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確定 你真的要跟這個人走在一起 很久的話 那就公開嘛 可是那個 可能說三個月以內可以確定嗎 我就不行 瑤瑤是當天就要被承認是不是 絕對當天啊 瑤瑤是認為 一發生關係 就一定要被承認 當然要不要剛剛發生關係 神經病啊 妳也是這麼覺得 我是覺得大概可以兩三個月 再帶去給朋友認識 先穩定先確定 可是我不會接受 她會在路上避諱說不跟我牽手 我覺得真的不行 妳的意思是說 不能避諱 避諱 如果你們還沒公開 但是你們還是要手牽手 不能避諱 對啊 還是 妳在家裡可以牽手 在路上一樣也可以牽手 我覺得不需要去刻意避諱這種事情 被看到就被看到啦 OK 可是我不會說刻意的 一開始就帶去給大家認識 我會等兩三個月 確定這個人 我真的有跟他走長久 我再去介紹給大家 那語文妳最久是多久 至少要等一個月 要一個月啦 就如果你每個禮拜 約會一次到兩次 一個月以後 如果可以公開就公開啊 但也不是在FB上面 就是妳說的朋友啊 帶去給朋友認識這樣子 就是認識一下 但是因為金敏哉 剛剛說她一天就可以公開 那妳這個故事是什麼 那時候 我們才在一起 大概一個月的時候 她突然問我 金敏哉 我們19年的旅行要去哪裡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難講 因為 沒有錢是不是 不是… 我們還有 那是只有你 對…我們還有等11個月啊 她馬上去想說 11個月之後 我們還不知道怎麼樣耶 她這個就很是 你知道那句話怎麼說就是 因為她會愛是因為她不了解這個人 可是她發現了解這個人更厲害 肚定每天都過著這樣的生活啊 妳不可以這樣子好不好 我會很尊心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 有一個更厲害的 會分開很快的方式 是什麼 妳再在一起幾個月 妳已經開始催我 妳趕快介紹妳的父母給我認識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 大學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跟一個女生我們在一起 差不多半年 然後就是每一次約會她就說 妳什麼時候可以介紹妳的父母給我認識 介紹妳媽媽 介紹妳爸爸 然後我想說 我們 我還沒有要跟妳結婚 為什麼要介紹我父母給妳認識 可是外國電影都演說 你們剛認識然後就帶去 就是跟家裡面吃飯 劉悅哥 劉悅哥 你演了多少的八年檔 你現在還要這樣子嗎 都是假的好不好 是假的 都是假的 電影都是假的 等一下 所以你們並不會認識一個朋友 就帶回去給爸媽說 這是我新交的朋友 我會啊 對不對 沒有 反而不會 不會 不會 我從來沒待過 對啊 我前的女朋友 我從來沒待過她們去的朋友 還是你們要等對方肚子大了 才會介紹 應該吧 沒有 好爛喔 沒有那麼久好不好 好爛喔 你要等到你確定這個人 你要跟他走很久的 對 如果你每一次 你有跟女生有關係 就帶她去跟妳的父母局面 對啦 那你媽才每天都會帶一個女生 每天都要見一個 所以我想要 認識一間就有關係 就帶她去認識妳的父母 那這樣 七位型男 是不是真的如果女生太急 就會影響到你對她們的感情 會的話請舉圈 不會的話請舉叉 黃德威也好 我老婆超急的 她急爆了 可是你們兩個不是曖昧了很久嗎 我們曖昧超久 但是我曖昧的時候她都不急啊 一結婚她就開始急了 急什麼 很多 像剛才聽到那個公車那個 我就想到每次喔 比如說我們在坐那個高鐵 她會說再多久會到內站嘛 她只要一廣播說什麼站快到 然後往那個門口走 就夠了 就還沒到啊 住在這開門再走都還來得及嘛 不行 燈就太慢了 可是阿成是為了你的工作啊 為了你的工作不要遲到啊 不是 我每次都要在那邊站個五分鐘 到十分鐘 我買票耶 我幹嘛在那邊站票啊 就是… 你是我們這一國的 好 我講另外一個 發急什麼呢 真是的 我這是因為剛才你那一個我想講 我在我家裡面發生了很可怕的事情 我出去很累 拍戲也好 外景也好 已經 回到家就是 你讓我休息 讓我坐下來喝一口水吧 我門一打開 一走進去 背包一放下來 寫一拖 我要坐下去的時候 我就聽到吸塵器 腿浪一浪 然後我就說等一下 很勤勞啊 我覺得好吵喔 她就說地很髒啊 吸 可是… 每次一回家 對 而且可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 為什麼我每次一回家 很累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打電話問琪媽說 她平常有吸塵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我一回家都吸塵 琪媽就說 神經病啊 那你有問她說 她可以吸別的 我就不理她了嘛 好 我至少可以坐著 吵一點就算了 好不好 我就坐著 我先休息一下喘口氣 對 就讓她去吸嘛 黃鐙輝去幫我拿東西 不是 拿什麼東西… 你自己拿 我休息一下 黃鐙輝去拿東西 那個很高 我拿不到 你比較高 她講的也沒錯耶 沒有道理 就你知道放在上面的字物 可是她講的沒有錯啊 你不用那麼急嘛 我就說你讓我休息一下 你不用現在要拿嘛 她就回我什麼你知道嗎 你出去三天了 黃鐙輝看到你回來 你現在就給我去拿 嗨 我知道 今年情人節 你可以送什麼東西給你 她會卡牆啊 沒有氣壓式的就這樣 要出門忙一些東西 但出門前我們要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 總理的時候她說 好 那你去洗盤 然後洗衣服 我就把那個衣服 放進去那個洗衣機 要等大概40分鐘嘛 我也沒辦法 她說你快一點 然後我們要出門 你要我幹嘛 難道我出門是 快一點好嗎 要出門啊 要跟洗衣機講話嗎 不懂你們急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每天就是要出門了 要洗衣服 那我想說 因為洗到整個過程結束 大概要半個小時嘛 可是你現在不是要出門了嗎 那我們怎麼能再等半個小時 完了以後 然後再拿出來再去晾 那回來不知道要多 來回不知道要多久了嘛 對 回來就湊掉了對不對 她說沒有啊 現在洗晚上回來曬 就是湊掉了 湊掉了 對啊 好啦有時候真的是 不是我們女生愛催男生 是男生的態度就很悠哉啊 對 悠哉 有嗎 我現在來平擺 你們剛才覺得 我那個公車的長得不夠好是不是 OK 那你要換什麼故事 火車 火車 你是官方大使是不是 不是 但是大家很生氣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是屬於說 我們要是搭火車嘛 隔天要搭火會前一天 先去iPhone 繼續看景是不是 沒有 先去iPhone買好票 保證有座位 一定要的 對 絕對嘛 我都會先買好票 要跟她說 那我們明天呢 可能10點的火車 我會叫她差不多10點半 或10點45分 我們要先集合 這樣我們還可以就是集合 10點的火車 10點45分 9點半 9點半或9點45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到了火車站 我們還可以先去買個東西喝 就是很悠閒 結果有一天 有一次我真的是超級火大 我已經很早很早 就已經到我那邊等 她就一直還沒出現 我就打電話給她說你在哪 她說 我要出門 我要出門 想說好 那她快出門 那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後面呢 已經真的看到那火車 真的已經差不多 可能再大概10分鐘 或是5分鐘就要走了 我再問她在哪裡 她說 我下捷運了 我下捷運了 待會就到 我又在那邊等 然後接著呢 她終於出現了 但她出現的時候 她是給我這樣子 悠哉這樣用走的 慢慢慢慢慢慢 這樣給我晃過來 你知道嗎 我整個火都來了 我想說 拜託你現在給我 立刻用跑的過來 她又慢慢慢慢晃過來 然後呢 她晃過來就算了 我們呢就是票已經給了 我們不是要上 上那個電梯嗎 去拉車 那時候真的已經差不多 在1分鐘火車就要開了 我就開始在那個 電梯上面用走的 當我翻過去 她竟然給我站在那邊 來吧 快點 說明 然後 說明 下在那邊 到這邊 等於 關於 尤其 紅 不 有 和